这种融合之洞就像搭火车的洞 你搭上火车,静静地坐在那里 火车启动,你就动了 火车向前,你就向前 火车退后,你就退后 火车转弯,你就转弯 你不必在火车上面,追着火车 忽快忽慢地跑,你就自然能够 移动到达目的地 太极拳的走年就是这样 你只要和对方融合成一体 你就自然能够急应还随 不用你主观去急应还随 你更不能以急应还随 来追求和对方动静合一 有很多练太极拳的人 因为没有学到太极拳 隐落何处的顺应技法 不能做到彻底融合 往往走年到一半 就会顶到别人或丢离别人 为了怕顶到别人 怕凋理别人 于是当别人来劲的时候 他就要靠平日努力训练出来的反射动作去反应 以便快速做出后退 当别人收劲的时候 他就要靠平日努力训练出来的反射动作去反应 以便快速做出前进 像这样 他的头脑重心就全部放在对敌的主动反应上 这种反应动作经常会在注意力不足时 或年老衰弱时就出现反应不过来的错误 由于反应的主观意识过强 也很难抓到动静合一的节奏 这样的反应 和水质吸附在人腿上 和小手臂粘连在大手臂上 和搭上火车的随人而动 以及太极拳极硬缓水动静合一的节奏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这种反应技术不是王中越太极拳融合的周年技术 他们练出来的反应是以极硬缓水来融合 不是以融合来极硬缓水 这种练法是反太极拳的 所以不是太极拳 王中越太极拳正硬的极硬缓水技术 是以阴阳静合的观念去操作的 是以静的观念去操作的 如果自己动来动去 去反应对方 这就不是太极拳的技术 而是阴阳拳的对应技术 顺硬和反应都适应 但这两种硬确实差之毫厘 谬之千里 很多初学太极拳的人 一心想透过王中越祖师的太极拳论来练太极拳 但是他们在住家附近的公园和假日校园的操场或走廊 学到的几乎都是反应技术 而不是顺应技术 所以一辈子练的其实都不是王中越祖师所讲的太极拳 但是他们却根本没有办法发现自己学错了 这是很可悲的 即使我能找到明师练王中越太极拳 即使学会了正确的走廉方法 也同样要以融合去练极硬缓随 千万不要以极硬缓随去练融合 否则再正确的技术用起来也是错的 也练不出任何功夫 也无法接及神明 这是我经常苦口婆心 尊尊告诫弟子的 因为这是太极拳入门的起步观念 起步观念绝不能出错 错了就会走到旁门去 吴语湘大师讲 凡此皆是义不在外面 义者义理也 义者太极拳的义理哲学也 义者太极拳的反义也 我们练太极拳一定要了解太极拳的义理哲学 一定要照太极拳哲学的先后阶级次序去练 千万不要忽略了太极拳的太极拳 是融合的太极先于高于上于阴阳的动静 融合哲学一定要先于并且高于动静哲学 融合是硬即硬缓随是否先练融合自然能即硬缓随先练即硬缓随就无法真正融合了 假日的工人校园里有很多人观看太极拳推手 就以为是要用极硬缓随就以为是要用极硬缓随就以为是要用极硬缓随来练推手 因此会反过头来 批评祖师权论是欺人之论 却没有想到自己一生竟然从未进入祖师法义 从未依祖师法义去练太极拳 自己一开始就跟错人了 学错了太极拳 又岂能不自我检讨而责怪祖师 所以说能够全心追随王宗岳祖师太极拳法义的人是幸运的 能够全心追随王宗岳祖师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的福气 很多人从表面上 从文字上 从朋友那里 从别的大师那里 还没有见到太极拳的基本法义 就已经断了祖师的姻缘 就像其他太极拳的不同道路走了 至死也回不了头 所以我们今天有这个福气 从王宗岳祖师那里学到太极拳的哲学和技术 我们应该要感念王宗岳祖师更深入了解祖师建议 并且要求自己也有正确的太极哲学 能够宣讲 传探访祖师好让后人也有这个福气 跳过外表仗 文字仗 他有仗 他是仗 而接触到真正王宗岳祖师的太极拳 这是我们最神圣的光荣的职责啊